然後他是島島阿學的 我是沛 然後先前面來個醒腦 因為大家剛醒來 先讓大家猜一下大家知道島島阿學 他有什麼樣的意思嗎 可以試著念念看他 可以用 台語之類 英文之類的 有人猜得到嗎 這有台語很好的人嗎 有人用英文 好 我就不浪費時間 他其實有那個島島阿學的意思 就是我們這個 學習社群我們希望大家可以 用自己的步調 用自己的方式進行學習 有自己的自主學習權 我們是一群 老師 學生 家長 各行各業的 喜歡學習的人組成的 所以在裡面會看到 最小的有國二國三的學生 最大也有五十幾歲的家長 OK 然後 我們現在其實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希望可以解決 自主學習的問題 包含像找不到學習資源等等 所以我們弄了一個 可以邀請大家一起來共編的 學習資源網站 然後下一個 然後其實我們最後 背後想要問的問題就是 當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 那我們的教育要怎麼樣去做民主化 只有學生自治會還是可能班會 這樣子就是叫教育民主了嗎 對 然後我們認定的教育民主 其實包含了兩個項目 一個是就是現在大家常常聽到 自主學習 把學習權還給學生 他可以自己決定我為什麼要學 學什麼在哪學 然後另一個事情就是剛剛提的 民主社群 但在學校可能比較多都是透過 學生自治會這樣等等的方式 但其實民主教育他的民主應該是更深化的 在生活中發生 OK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跟學習者一起去想說 到底民主教育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在中間去推廣民主教育 所以 好 我們這個就先跳過 然後 我們直接到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好 就是我們現在除了有學習資源平台之外 我們也有FB的社團 然後我們也在想要用共學的專案 跟成立台灣時間教育工作者的合作社 那 這是我們目前的網站剛剛有分享過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找支援 然後這是我們的FB 然後 然後我們現在比較 就是想要再爭的是 因為我們其實有大量內容需要編輯 然後需要社群的編輯 然後再來是網頁設計的夥伴跟後段工程師 我們今天是想要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在我們後段的資料庫 然後我們今天有幾個任務就是 如果你也很喜歡分享資源 然後你有覺得好棒棒的資源 你可以來進行看我們的網頁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今天會去討論 就是我們有一個教育活動的頁面 最後就是我們一直在想我們的開源授權要選什麼 所以如果有各方大神可以來跟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我們一直還很模糊 然後再來是會員功能跟架資料庫 OK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導導阿 謝謝大家